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方日报报道 西贡双丝湾村 村霸木无法纪 违规经营水上活动店之余 更加涉嫌非法开辟官地乘停车场 涉案的丁屋业主更加在村内 利用乡村式发展地带 为例经营水上活动店 规划处早前发出强制执行通知书 要求终止发展 但是那间店至今仍然继续经营 甚至涉嫌开辟官地乘停车场 被顾客泊车 有议员促请当局严情不发人事 文汇报报道 有中学率先成立校内国家安全教育小组 透过整合校内校外的国情 品德和法治教育活动 交上将国家安全相关观念 渗透在不同学科的课程当中 帮助学生有效学习国安知识 为了深化成效 学校从加强文化教育入手 下个月将会增设华夏文化体管 给本地和非华语学生 体验试着古代衣服 布置皇帝书斋等等 设身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李 widz语学习正封 李ök管诚 李语学生 李小